很乱啊 当然尤其是现在狂人政治家当道吗 这样包括了阿根廷总统 很少看到有这样特殊的政治行为 他到西班牙去出访 可是出访期间 他完全不见任何的官方人员 反而在跟在野党 竞选期间的在野党的一个活动里头 直接这位米雷伊亚 直接在马德里的活动里面 公开的演讲就说 暗指人家的西班牙总理桑解释 他的妻子贪腐 西班牙的外长阿尔巴雷斯 立刻非常愤怒的宣布 要召回驻阿根廷的大使 他认为米雷伊的行为 已经把西班牙跟阿根廷 直接带到史上最糟的一个关系的这一刻 因为这米雷伊很特别 他三天到西班牙出访的行程 就是说不见任何的西班牙国王 任何跟官方有关的人 那只参加了这个最大的在野党 就是桑解释的最大对手 极右翼的活动 这个集会里头就这样攻击对方 那双方当然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外交口水不断 互相就很不对盘 这两个人的关系 以至于在去年年大选的时候 支持米雷伊的竞争对手马萨 让米雷伊胜选之后 也不跟他联系 互相可能连恭喜都没有 所以现在到人家的这个土地上面 去攻击对方的妻子 涉及贪腐 好像就是他的一贯风格吗 当然西班牙交通部长就表示 过去也曾经暗示过米雷伊服用毒品 互相攻击互相伤害 米雷伊就马上几个小时之内 发表官方声明说 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政策 只会带来贫困跟死亡 至中产阶级与险境 当然阿根廷的通膨问题很严重 他的经济状况是 全球看到很难收拾的 例如一个很小的例子 民生的议题 首都的地铁票价 居然可以一个晚上 增加360% 你可以想象吗 这如果发生在台湾 因为米雷伊所发起的 这个预算紧缩运动 要提高这个国家的公共交通成本 所以首都布宜诺斯 立刻地铁票价 上涨一个晚上360个百分比 那目前的通膨率是什么 很不可思议的 289百分比 那最新的印钞是由谁印 中国大陆这里帮忙印钞的 这个造幣集团 印了1万批索 这个批索进到市场里面 看起来这个都是这种万级的 这样的钞票 在想办法一直在印钞票 但问题通膨这么严重 这么高的比例之下 经济状况当然非常的严峻 那米雷伊在节目上的选前 就曾经讲了 他想要甚至一度主张 要把国币全部变成美元吗 他这些说法呢 当时已经显大的轰动 选上有做吗 听听他当时怎么说的 好 那当时他说 这个只有阿根廷唯一赚钱 只有政客 所以要放软态度什么 现在当选之后 反而是放软中国的态度 不再强调 这个货币要换的事实了 那来看看秘鲁好了 秘鲁的总统在南美洲这里 拉丁美洲这里也引起了很多关注 因为今年六月他就要访问中国大陆了 那么预计议程会涵盖各种主题 尤其是关注中国的牛肉出口 那光是中国出口肉类 这个部分 根据估计下来 就可以帮秘鲁带来 30亿或40亿美元的经济收入 这个是秘鲁农业部长讲的 由中资控股建设的秘鲁前凯码头 从11月投入营运之后 就借助了前凯码头带来的优势 有希望可以向新加坡出口 冷冻肌肉等等的 当然就可以有很大的商机 改善一些国内需求的经济出口 还有APEC的贸易部长会议秘鲁登场 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则是呼吁 要摒弃零和的思维 不搞脱钩锻炼 不见封闭的排他小圈子 想要把这个市场跟通路给扩大 当然现在航运股全球都一样 各种航运费用都不断的飙升当中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个部分 因为从上海港出口到各大洲的航线 南美的航线涨势最猛 怎么说因为跟数字比起来 跟年初比一比 已经涨了130.47个百分比 业内人士说 因为船公司都在加大 对南美市场的开拓 还有因为南美很多的蠢蠢欲动 要对电动车增加进口税 所以及早传出来各种电动车 业者就赶快把车运出去 运到南美等等以来规避关税 到时候进口就从南美洲进去 美国等等其他地方 这都是其中很大的因素 本来全球在各种战争因素里头的 航运的费用就已经不断的在攀升了 亮哥来看看西班牙 跟阿根廷两国元首 很特别的这种交锋 这个当然是米雷自己造成的 这个就是 事实上因为阿根廷的总统选举 是两轮选举 事实上他第一轮 他不到25% 第二轮就赢了 因为就是右翼政党就集结 这个就是 这个跟选赖清德一样 就是你要选这种人 你就要承担后果 当然是这样就是 那不然谁叫你要让他当选 对不对 那当然柯P也要去反省一下 你如果跟侯友一搭 搞不好不会有这种状况 不过不管他就是当选 那他就是一个 完全让人家摸不透的人 不知道你在干嘛 这个通膨一下压下去 现在又突然又飙起来了 那本来还说他不要用 阿根廷的批索 要全部改美员 结果美国连理都不理他 像他这种货币谁要用 然后他现在又要退出金砖 然后现在发现经济不行 又想要请求金砖银行来协助 就乱成一团 那个巴西鲁拉最聪明 巴西总统鲁拉 在他当选之后 他就说我半年内不会理他 看他半年之后稳定的没有再说 还活成吗 就是这样 他那个子弹都一直在乱飞 那你要叫人家怎么应应你 反而在他周边的国家像巴西 人家就很稳定 另外一个就是秘鲁 你刚刚提到的秘鲁 这张秘鲁 不要小看那个前凯港 那个前凯港如果从巴西 拉到秘鲁的前凯港 那个铁路完工 那以后巴西很多 在他的巴西中部的农产品 要出口 他就不用绕过巴拉玛运河 他可以直接 从秘鲁的前凯港就出口 事实上那些铁路也是大陆投资的 这个可能会改变 整个南美洲跟中国的贸易关系 而且会让巴拉玛运河 受到蛮大的冲击 因为巴拉玛运河 跟美国比较密切 可能就会导致 就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会 因为前凯港的开通 然后铁路的开通 然后从巴西会开始进口 更多的农产品 甚至还可能会波及巴拉圭 所以这个台湾要小心了 因为巴拉玛 理论上也是可以中大豆的 因为中国大陆镇 它不断的在降低 跟美国采购大豆 目前它跟美国采购大豆的比例 已经低于巴西了 未来大家也知道 因为中国大陆也要到 西伯利亚去开发农场 那可能也会中大豆 所以未来美国的大豆龙 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办 它的大豆不知道卖给谁 因为光是中国大陆 大概就已经减少了1000吨 1000万吨的大豆的收购 所以这个事上是有影响的 不只是譬如自己的 农产品可以出口 而且还会包括巴西 等南美洲的东部 那些国家可以从这边出口 的确通路为王 谁拥有的通路 运费可以节省 当然就可以更促进 经济的繁荣出口了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根廷跟西班牙元首 互相的口角冲突 但其实在阿根廷境内 经济的情况更是严峻 阿根廷的新任总统 他在去年12月10日 就职的时候 他高喊两口号 自由 另外一个是电锯 为什么喊自由 大家都很清楚 至于为什么喊电锯 其实他是谈到说 之前的领导人 遗留了下来一大堆的外债给他 第二个也就是 他除了尊杰之外 他别无选择 他就要使用电疗的治疗的方式 也就是把这一些 我们讲到的尊杰 也就是用电锯来砍 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效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了 选错总统 下场就是这样 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说 他一夜之间 他的地铁 其实票价涨了360% 但是这不是第一次 他在去年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他上任后的四天 他的车票 公车票 从50批手涨到500批手 怎么样 这样子也是很震撼的 另外我们来看 他的一个币值到底扁成什么样子 我们就看 这个就是他就职的时间 开始我们就看到 他批手一路的下 一路的狂扁 他狂扁的数量是多少 他原来对美元是735 在这个位置点是735元 然后可是我们看到今天 最新的是886 你看已经扁成这个样子 扁成这个样子 刚刚还讲到他 有非常多的一个负面的评价 怎么说我们继续的看 也就是说他今年的 预测的GDP 他会跌2.8% 能想象吗 第二个我们看到他 2024的预测的通货膨胀 有93.7% 但是去年他的一个 通货膨胀到底有多少 是211.4% 所以这个国家 要如何的挽救他的经济 最新的通膨是289 对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经济的 去年的数字 不是 今年的数字 今年吗 但是不是最新的 是2月的数字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 这个阿根廷他除了领导人之外 他的央行也很奇怪 他的央行也就是现在他要 他将实质利率降到负值 为什么降到负值 他要减少批索来支付利息 那这样适得其反 然后当然这个 我们恶性循环的结果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根廷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当我们看到西班牙跟阿根廷 像这样的冲突里头 所展现所谓就是国与国之间 情绪性的冲突了 但是国与国的区域平衡更重要 你看贸易大战 不是 我觉得这个米雷伊 他真的有点毛病 也就是他提出了一大堆那种 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然后他现在在做不断的修正 然后对一个 你才刚刚掌权人来讲 你没有必要去结外生枝去得罪 而且跟你不相干的外国人 去得罪他到底干什么 你可以不喜欢他 也许他支持你的竞争对手 或怎么样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基本的礼貌还是要重视 特别是你怎么会 到人家国家料理 西班牙国王 西班牙政府的官员全部都不见 然后在那边到处 这个根本就不像 你根本就去制造仇恨 你就找敌人 阿根廷现在很强吗 经济状况很好吗 你自己都焦头烂额的时候 还拼命帮自己制造敌人 这不是乱搞一通是在干嘛 那米雷伊本来打的如意算盘是 中国我也不要了 我就全面倒向美国 然后美国会救我 其实问题是美国就是不理你 人家根本没管你 所以他现在只好鼻子默默 又回去求中国 那问题是你是中国的话 你现在大概也会观察 看你这个 我就是要帮你 大概也是给你一点点 然后之后看你后效 看你如何配合再说 不可预测 对啊 所以因为你自己 把自己搞得太疯狂了 所以我觉得 选出这样一个领导人 其实真的就是 对这个国家来讲 是极度危险的一个状态 那